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长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集我们就说一下这件事件其实都满一年了 调查满一年 什么事件呢 就是北溪管道 被毁事件 一年 三个国家好像都没有结果 但是 没有结果又似是有结果 因为之前 多个西媒一起去调查 貌似只是在某个国家 难道是那个吗 难道是封面这个吗 嗯 我也觉得是 当然他们不敢说了 去年 俄罗斯通往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北溪 一号 二号 总共四条管线 发生一连串的被人放波罗事件 其中三条是裂了 导致大量天然气外洩到波罗的海 地缘政治相当紧张 当时大家是谁做的 当然西方国家当时就说 肯定俄罗斯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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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 但是这种种种的论述 都是 暂时来说 好像觉得 乌克兰 做的这个 这个 側面的证据 当然这个是側面证据 因为他没有认过 这个 側面的证据 或者叫做 佐证比较多 北溪一号 是俄国和德国之间的主要天然气 输送管道 因为 那战争 有很多争端 所以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Gasprom 很久没有说他的名字了 因为现在他都很久没有公器 去德国 去年8月已经停止 这条管道的天然气供应 新完成的北溪二号 就未启用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前的几天 德国政府宣布终止对北溪二号启用的 审查过程 因为觉得不寻了 不用寻了 不寻了 要求经济部重新评估这条管道对德国和欧盟 能源供应的安全影响 现在都不用了 不用了 另外 美国和乌克兰等等部分国家 向来都是反对北溪二号 因为他们担心这条斥资100亿欧罗天然气管道 将会令到欧洲能源过于依赖俄斯 并且令到东欧失去了 作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主要 输送能源中介的优势 即是中间的钱得不到 包括乌克兰之前也很有意见 眼不溪 管道 被人放菠萝 其实 位置是丹麦 还有 瑞典和德国的专属经济海域 三个国家分别针对这宗案 展开调查 但调查过程相当保密 分析师认为这个并不意外 因为 调查结果可能会引起外交危机 最搞笑 人家就问 瑞典的公共检察官 朱维斯特 他说 初步 推测的结果幕后黑手可能是某个国家 哈哈哈 你不要说 哈哈哈 这好笑 因为一周年人家就问他可能是某个国家 某个国家 什么呀 你又不敢说 不过 我相信不是俄罗斯 为什么呢 如果是的话他肯定都说出来 公开了 德国 我不是为他背书 我说明了 我不是为他背书 是通过自己的一些退断 如果是的话他 不说出来 说到 还说你漏口吗 德国联邦检察官 之前就发现了一艘疑似用来运载菠萝 游艇叫做仙女座好 其实多家外媒一起调查之下 驾驶这个游艇 原来这个游艇来自德国的罗斯托克港 原来就有五男一女 驾驶他的 很可能就是这宗案件的犯案人 不过 这个德国检察官就拒绝回应这些猜测 就说 一切犯人的身份和动机 都在调查中 可能永远都没有结果 记者亦都纷纷展开调查 打算找到背后的 真正幕后黑手 有多家的西媒 好像是荷兰 广播 基金会 德国时代周报 其实这个也挺大的时代周报 和德国第一电视台 曾经披露过事发前 荷兰军事情报部门就曾经警告美国中央情报局 乌克兰 是很想 毁了这条管道 华盛顿亦发布了类似的调查报告 但是乌克兰总统扎尼斯基 多次否认涉案 他就向德国媒体画布 表示绝对不会这样做 并且要求 如果谁说我做的就拿出证据 可能就不敢拿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猜测 如果是俄罗斯组 应该很早就已经 纽约时报也说了美国官员 查看过的情报 亦显示 北溪 管道被毁事件 很可能是一个亲乌克兰的组织 扎尼斯基 可能扎尼斯基不知情 另外德国名镜周刊 亦同德国第二电视台 就将焦点放在游艇上 想着重现6个嫌疑犯的作案轨迹 报道亦说嫌疑犯使用一名乌克兰士兵的假护照 乌克兰士兵假护照 就是租借游艇 租船费就由一间波兰注册 并且同一名基父女子有关的公司付钱 虽然 这个调查 结果就显示 德国之声都说过 很多证据都指向乌克兰 乌克兰最可疑的 这个某国 很多国家都觉得可能就是他 不过不敢说 其实现在 和俄罗斯苦战的乌克兰 动机似乎 都有因为他们一直 反对这条管道 但是 国家的官员 都以 在调查当中 不愿意 他说疑似都不敢说 疑似乌克兰都不敢说 那么 华盛顿 知夫 史丁生中心的这个研究员就说 基于多种原因 西方 国家基本上不太愿意 揭发乌克兰 可能参与这件事件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如果这件案继续引起关注 可能在政治上对俄罗斯是有利 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近年一直受到能源和食品价格的影响 而且欧盟亦都是因为 天然气价格搞到 这个通胀之苦很久 如果点名乌克兰 有机会是他们做的 可能会令到反俄的 联盟的团结和公众对乌克兰支持大打折扣 但是 你再是这样的话 说真的 因为你大反攻 现在 北约秘书长斯托伊藤伯格说有进展 不知道有什么进展 有什么进展 不知道 我只看到新闻说有进展 第二道防线到了没有 如果是有进展应该说得很大 这个是我们一直的宗旨 有少少进展也说得这么大 是的 斯德哥尔摩东欧研究中心分析师 他认为 俄罗斯 他认为俄罗斯才是投号嫌疑犯 因为任何基附涉嫌 在动手欧洲能源设施的差弃 都可能大大降低 是 是盟国 援助 乌克兰的力度 令俄罗斯受惠 我又不是这样觉得 我不是这样觉得 因为 你毁了那条 俄罗斯 他就没有了一条退路 因为他之前也说过 如果我们的关系好 我可以供回天然气给你 当然 你说到这个猜测很遥远 另外 在 这件事之前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就以技术问题 停止北溪1号的天然气输送 其实管道备位 他们有一笔违约金 所以说俄罗斯一石二鳥 但是违约金就不太大 最诡异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查到神秘人去租船 但是两个星期后 那些人人间蒸发了 不敢 公道点说 乌克兰籍租船的人 就不代表是国家 是吗 就算他亲乌来说又怎样 亲乌不行吗 亲乌不行吗 亲乌不代表国家 但是用在他们那里就不是了 如果是 俄罗斯的 俄罗斯 有俄罗斯护署也不允许别人参加奥运 如果让你知道是 亲俄罗斯还得了 现在还 这个调查结果 不适合公开 还说这些 会不会这样 就是了 太古了 对了 所以 我只认为 如果 你说 其实 人家有本俄罗斯护罩 你都不让人参加什么赛事 你说亲我的 就不代表是我的人 但你们也想说上线 当然 这样是不对 我说了一遍 我就想到这样 他朝一天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战事 后会不会放些资料 好像波兰那样 跟他的关系炒了之后 就放资料 将份报告放出来 也有机会 战事完了比有机会高一点 但也可能 什么都没有 是 这个 造谣帝国 第几院 下属一个 汉什么 他说不是 第2道防线 第3道防线 都打了 很厉害 他说的恶专 打到他们傻了 汉穿千里 很厉害 什么都被汉破 斯托尔滤伯格 媒体说他28号 刚刚见了扎尼斯基 斯托尔滤伯格 在之后开了记者会 就说乌克兰的反攻 已经逐步取得进展 乌克兰前进每一公尺 俄罗斯就退每一公尺 哈哈哈 这个好笑 每次转 这个时间都少了一分钟 是的 这个好笑 并且 持续 推动防空系统加速 转移到乌克兰 应对俄罗斯的空中攻势 斯托尔滤伯格在记者会上也说 俄罗斯和乌克兰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个乌克兰是为了他们家庭未来和自由而战 俄罗斯为了满足他们的帝国野心而战 这个 你是这样看 但是俄罗斯人可能不是这样看 对吧 同时他也明确 点出乌克兰大反攻已经逐步取得成果 扎尼斯基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需要更多的东西 尤其是防空系统 他就说 27号晚上 俄罗斯才发动了40架无人机的攻势 他就说俄罗斯几乎每晚都会对乌克兰 作出强力的空中攻势 我们的城市 港口 和粮食 这些存放点 他就说 随着俄罗斯的空中攻势加压 我们的防空盾也跟着强化 斯托伊藤伯格也说他会继续推动北约盟友向乌克兰提供 支持并且 加速转移军备给乌克兰尤其是防空系统 北约目前已经跟军备制造商 签了24亿欧罗的 约 这个约令北约盟国可以补充复权 持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军备 不就看看 拭目以待 反正我战争员 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件好事 没错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了 多谢各位 再见